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认得我吗 小孩长成大人了 什么小孩 这么大个酒会 都是我一个人办的 怎么样 老板 满意吗 还不错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 生长素的牌子 做得最大呢 因为它有新闻性 而且生长素是公司的品牌形象 容易让人记住 再说上一轮的宣传效应 实在打得惊人 所以我想 以生长素为主打 绝对事半功倍 有道理 小林姐 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 不过别提我姐那事 好 全总 给你介绍一个才子 他叫古雷 全总 你好 幸好 我知道你 干得不错 他是古兰的弟弟 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其实我跟我姐不太一样 您随意 陈总 我要的不是鸡头更不是氛围 我希望你把公司做成广告界的凤头 钱总 我会努力的 过来 你快跟我走一趟吧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跟我走就知道了 就是跟你没什么关系 待会给你打电话啊 好 钱总先走了 好 来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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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别说话 走吧 再喝点 不行 不行 都快十一点了 不能再喝了 真的 难得我老婆不在家 走吧 行 行 行 好吧 坐这 坐这 这儿比里边强啊 来 下点瓶酒 你帮忙吧 好 好 带你来挑战子 哈哈 哎 结了婚呀 我才发现 这婚真结早了 要再崩她两年啊 那就对了 好的 永远是别人的 你怎么知道啊 这她们谁不知道啊 哈哈 还是你明智 到现在你还独身 所以啊 看着谁你都觉得行 你现在不是也看着呢吗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就先接她一次 忙了再离 也不是一个都没有 这不是你讲话了 好的不都是人家的吗 我可饿 那你喝这个吧 嗯 嗯 废话 嗯 好的 你要辣死我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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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要不 咱们走吧 嗯 去你那儿还是去我那儿 嗯 都行 去你那儿干嘛 去我家 去我家 我来 哈哈 哈哈 走了老伯儿 走啊 我不走 回家啊 我不回去 干嘛啊你啊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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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他是个鸭子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少判我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害你小凡自杀 你疯了吧 你说什么呢 我说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混蛋 古兰 你在这干嘛呢 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你怎么会在这 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 真是奇怪 我在那边喝酒呢 走 我送你回家吧 你别管我 姐 都是因为你 他怀疑我跟你好 才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是你把我害成这样 你知道吗 你以后不要来找我 我根本就不想管你这破事 我干嘛要人生 你把我的生活全部破坏了 让我一家不办法 你们谁都别管我 他送我走 我们走 我来 走 起 千金 你赶快走吧你啊 这没你什么事 快走啊 走 你跟我回家 你跟我回家呀 你闹了啊 香脸 真的 我没事 我知道 你家里还有人在等你 我没事 没关系 你跟我回家吧 拜拜 你干嘛呀 姐 你走啊 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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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古兰 他发什么路追啊 走吧 古兰 来 走啊 不来 你跟我上去 我去上去吧 这谁啊 我去上去 好 好 好 那 拜拜 哎呦 干嘛呢你 小范 怎么能够睡啊你 小范 我真的没碰过你 小范 到家了 他没事 上去睡一觉就好了 金瓶 这是对 我们到家了啊 慢点 好玩 他是不是受我们的自由了 哎呀 天哪 谢谢 哎 楚雷 你们怎么 哎 老警 爸 哎 哥 你别上去了 有我跟金瓶跳舞他们 可以了 你们走吧 小范 谢谢你了 你别告诉你爸 小葦 我自恒你的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古雷 古雷 你干什么起 古雷 混蛋 你干什么你 我去哪 没事 古雷 对不起你 真对不起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妈都是你惹的 都你他妈惹的祸 你干什么 公啊 你干什么 生命 floods 是 Вам 那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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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有哪儿不舒服啊 我是做梦还是真的 昨天 我好像看见了魏东 叶相纯 古雷还有相连 对了 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你把全国人民都吓坏了 你说是真的还是做梦啊 古兰 你醒醒吧 你这个样子 我们真的受不了 看来 都是真的啊 不是我做梦 我好像还去辞职 吃了点东西 你去辞职 啊 你打了魏东一巴掌 打得好 这事儿把他 这事儿把他对 你又骂了古雷和叶相川 说古雷是混蛋 对不起小凡 他说叶相川 傅爱你 你才会有 不见过 他说 他说 你就是 你对不起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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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嘛不拦着我呢 哪拦得住啊 你当时又哭又笑的 让人看了真是受不了 好了 你们都走吧 我向你资格待一会儿 今天我一天不上班了 我陪着你吧 古兰 我 不用 真的不用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胡来的 我想 我自个儿 应该好好地静一静 对不起 报王的钱今天到账 配套的消毒设备已开始安装 生长速 就可以开始启动了 老橘 别那么细心于此 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再成熟一点 既然启动了就执行吧 我是想问 那些货什么时候运回来 等第一批药一生产出来就运回来 直接打入销售渠道 好的 这件事 郑总 这次绝对万无一失 把叶象川调到报王 离咱们这儿远远的 这种一时二点的高招 我是万万想不到的 别的人 就更不可能想到这儿了 即便胡丹丽知道了 可她也不敢说呀 她没问题 那就没人了 就是你我 你知道 我最放心不下的是谁吗 谁呀 古兰 他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 即便叶象川安跟他有联系 打死他 他也不会想到这儿 可你别忘了 她是医院的药房主任 咱们禁药的最后一道关口 这女人我见过她一次 长得挺漂亮 别很单纯 可这种女人都是一根筋 办事啊 较真得很 这么讨厌 所以啊 得想想办法 防患于未然 可她是监力小姐的好朋友 这种关系比较麻烦 有点投鼠忌器 搞不好 这都是小事 别忘了咱们还有大声音的 怎么就因叶 我只是用不拥的 我的谅小事 我都不用拥了 这下班 我都不能拥了 我去 好吧 小川呢 他不在这 不知道他跑哪去了 没关系 到里边坐坐 好吧 好 请 我还从来没来过呢 请坐 不了 坐了一天了 你这是在卤鸡蛋啊 这是个土办法 是为了观察药物 对细胞再生的干预程度 就用鸡蛋啊 一个鸡蛋就恰恰是一个细胞 我们把它放在盐水里 它就能慢慢地变咸 如果要把它放在蛋水里呢 它还能付出小鸡来 是吗 是 还挺神奇的 不好意思 我对这个还一窍不通呢 我们观察 鸡蛋在每个腰椅当中的反应 就是为了能够寻找到 对乙肝病毒最有效的 抑制成分 对了 你找向川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一个朋友找他 好 姐妮小姐找你呢 是吗 什么事 好像是为昨天那个女人吧 她怎么了 她没说 也没感觉很着急 她就是那个 别人的吧 你怎么知道 我是你睡下部的兄弟 我是谁呀 说说吧 我还真不知道 从哪说起 从头说 简直重要的说 来 坐 我告诉你啊 古兰有一位朋友叫金平 也在人民医院工作 他经常帮着古兰 给药房禁药 这金平嘛 经常私下里头拿回口 可古兰从来一分不达 古兰对这事 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应该是 我们最好的机会 这是不是不够直接 是有点啊 可能还得拉上一个垫背的 不过咱没时间了 另外古兰家里 最近出了点问题 医院的事 他根本顾不上 我们更容易得手 我这就去办 别忘了 术要大 小了不起作用 放心 小班 你有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事 对了 你还记得上次 做那个冰箱广告 那个范先生 怎么呢 他 他非要叫你去 我怎么解释他都不听 哦 那我去一下 不好意思啊 怎么回事 他们会不会打起来啊 老汤 你找个理由进去 给他们打个圆场吧 小番的性格 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想往火横跳啊 范先生 你好 范先生 首先我要对上次的事情 说对不起 那件事 责任全都在我 您这回要有什么想法 尽管说 我会认真地一一记录下来 全方位地考虑到策划当中去的 你们这干什么呢 范先生和那个小番的屋里看创意呢 真的啊 范先生又来了 情况怎么样 我不知道啊 不是 上 上 都没人请我吃饭的 他是不是在医院做了面向手术了 你这人说话切尝口德 得得得 怎么还没到啊 上午也是 让我们等了他四个多小时 今天晚上又不用睡了 那没办法 人家是名模吗 能不摆架的吗 再说他有老总的命 当然随所欲了 打他手机了吗 打了没客气 对不起对不起 我来晚了 名牌大降价 这挡住的诱惑 那你得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 孩子我们等了一个晚上 我忘了不行吗 化妆 好了好了 大家干活吧 干活干活 看烂牌子 你说咱们公司再省钱 也不是一省这两个钱吗 老说费用费用 我还想多大的事呢 那你不会自己去买 回来我给你签字 那我还要一套活服品 专业的那种 好好 只要你高兴就行 谢谢 咱们走 好 走 好 走 你就好了 每天都要好衣服穿 你不也天天穿吗 那些衣服都是时装公司的 你的呀 可以放在衣柜里 还不是都一样 我们不也就是男人的一件衣服吗 那你可以跟他要房要车吗 这家广告公司是他一拳一脚干出来的 他怎么会舍得在我身上花那么多钱 那你就免费当三陪啊 你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 我们是有感情的 你骗鬼啊 要说你喜欢那个冷头青 我还相信 哪个呀 就是 那个叫什么雷的 哎呀 这叫爱情吗 我觉得充其量 就给单相思 都这把年纪了 你还单相思 而且 还有点英雄救美的味道 什么英雄救美 差不多就是美救英雄了 不过在那件事啊 古兰确实比我坚定 有原则 一个女人 你做不到吗 容易吗 而且还是个漂亮女人 这要是个丑女了 就有点丑女多作怪了 是不是啊 你还真别不信 我说的是实话 可是 人家怎么就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后来他丈夫找过你 可你回避了 那没有用啊 我说睡不了觉 满脑子又差 这还不是爱情 你说你跟我这叫什么劲 你赶紧找他去 你 可是他现在不是别人的媳妇吗 你没看见他们俩都打起来了 那就更不能去 这会儿去不添乱吗 我也明白了 你啊 憋死你 送 我 这样子 以后 我 我 我 有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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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一想起这些事啊 我这心里就一阵一阵 前两天我的脑袋也是晕的 除了委屈就是恨 可是现在 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我十几岁就开始跟她好 都十几年了 我没想到这件事情 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小凡 我真的没有心里准备 而且 居然是这样的一个理由 怎么让我来接受啊 可是不接受 又能怎么样呢 它就是发生了 就是让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发生了 你根本就不能阻止她 你也没有办法违避 可为什么偏偏是这样呢 我毕竟没有做错什么 而且 我们两个人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吗 如果她是爱上那个女人 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 可能我都可以接受 都一样 都一样不能接受 古雷就是爱上别人了 我当时就想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别的什么都好说 我们两个那么相爱 我就是无法接受 才会想到死的 可魏东不是那样的人 他跟古雷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啊 对我们的伤害 一样深 我也不是没有想 只是 我真的是转不过这个弯来 感情越深 这个弯就越难转 我也是这么挺过来的 姐 你不是告诉过我 这个世界上 不止只有一个古雷 而且 生活中 也不止只有爱情 也不止只有爱情 当时 我说的是多么轻松啊 现在想起来 凭遥感 所以 powerful 我还想起来 他呢 你一样 egal 只有一个小伟东 而且 也不止只有一对恩爱的夫妻 要离婚 我现在在大家的眼里 一定像一个乡林嫂一样 喋喋不休 你知道吗 我以前 是多么看不起这种人 可是事到临头 我自己也不过如此 现在我才知道 我以前 是多么的自以为是 没有人特别坚强 也没有人 能不面对现实 也没有人特别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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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强在你的身上 更不应该用这个来伤害你 那天我真的太无礼了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我是不愿意看见你受到伤害 想成 你真的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自己那事怎么样了 能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真的希望他是一个误会 只可惜 我觉得还是应该谈清楚了 都这么多年夫妻了 什么话不能摆在桌面上说呀 小冠 小冠 金明有事吗 你们聊 你们亲谈 我待会我待会我工作了 我先走了 顾兰 坚强点 我会的 再见啊 这个我就不看了 你把发到北京和上海的发货单给我看一下 行 金家姐 这是您要的发货单 那 这个就给我吧 不行 这个 因为我们公司要留底 但是如果您确实需要的话呢 我可以给您复印一份 这样 那也行吧 不过 你可得保证 药检各方面的手续都得齐全 那肯定没问题 要不然北京和上海大医院 怎么敢进我们的药呢 那回扣的比例是多少 如果量大的话呢 能够达到百分之十 量小的呢 也能达到百分之七 百分之十 行 你等我回话吧 好 行 小家 那药真的不错 我看他们搬过单 连协和医院和华山医院都用了 这事啊 已经不归我管了 我已经辞职了 可医院没签字 还挂着呢 那你去找院长吧 你这不废话吗 怎么可能呢 要不 这么着 你签个赞 要生效的我就办 不生效的话 那就算呗 那合适吗 你怎么这么命啊 摔了那么大跟头 还不学乖一点 那手续都齐全吗 全 你看 合格这儿 你就看着办吧 先这儿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说呢 你什么意思 刚才谁的电话 你买基因干扰送的项目 到底花了多少钱 是这么回事啊 是我们开发部主任 发来的传真 他告诉我 你买项目只花了一千三百万 可你却跟我说花了三千六百万 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出入 你那些合同都是假的吗 真没想到 你居然到现在 还给我玩这样的花招 你让我跟董事会怎么交代 小脸 你听我解释 你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不是向你解释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 上市燕资的时候 有一笔钱趴在账上 那你为什么不实话实说 你让我怎么说 我说 为了表示我对你的真诚 把我的项目送给你了 所以 你得给我一笔钱 我说得出口吗 全夕选 我真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吗 你只需要知道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诚的就够了 我的项目 你怎会知道 我怎么找到 我最喜欢的 你怎么想的